欢迎大家来到吉他社官网的全新栏目 吉他干货铺 这是一档由吉他社官网以及运营之争出品 为大家介绍前沿主流吉他界新资讯的干货类节目 我是小军老师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评测对比 一把是来自于具有中国吉他制造业黄埔军校之称的老牌国产吉他品牌 由广东全丰公司出品的法利达品牌吉他 另一把则是来自于1833年在北美被誉为香芹之王的世界顶级厂牌马丁吉他 说到一个吉他品牌就必须提及到三点问题 也是购买者和亲友所最关注的三个问题 第一吉他的板材 首先就决定了这支吉他的价值及木材本身的价值 当然木材本身的优劣也渐渐影响了吉他的音色与寿命 第二吉他的音色与手感 这可以直接被耳朵肌肉所捕捉到的感受 将直接影响所有亲友演奏者对这个品牌的第一印象 第三吉他的质量及售后服务 吉他产品在这方面的表现 首先彰显品牌的态度以及本身实力 其次拥有强大的板材仓储 精湛工艺的工厂生产线 也会为吉他产品本身提供更好的质量品质及售后保障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评测主角 法利达吉他与马丁吉他 就同样都是拥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制勤工艺 庞大的板材仓储 跟优质的品质保障的吉他 提到法利达这个品牌 就不得不再多说几句 提及一下法利达吉他的生产厂家 全峰公司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 全峰公司就早已是台湾吉他的主要生产厂家 九十年代初 创始人蔡精伟先生 更是将生产基地迁移至物流更方便 人力更充足的广东惠州秋厂 为中国吉他制造的提升 以及后续诸多优秀国产品牌的诞生 创造了条件 凭借全峰公司在台湾多年的客户基础 全峰吉他制造的所有产品 订单几乎都是出口到美国 欧洲以及日本等国家的 面对更为严格的质量检验 全峰公司产品不仅能让代工的客户满意 同时还在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 更新生产的工艺 推出了自主的品牌 也就是后来为大众所熟知的 国产第一品牌 法利达吉他 今天我们来评测的主角 就是法利达品牌 于2019年推出的新款 法利达D110NC系列吉他 新款D110NC系列 在筒形方面分为RD两种筒形 我们随机抽取最为大众的 D110NC作为今天的评测主角 为客观评价这支法利达 在面板音色等方面的表现 我们加入老款D110NC 以及市场零售价为 5680元的 马丁DXAE一座对比 首先我们来先对比一下 新款法利达D110NC 与旧款法利达D110NC 在整体细节上的全部提升 因为法利达D110NC就是D10NA的升级款 所以法利达新款的吉他 依旧延续了法利达清新素雅的风格 在外观设计上 尽可能做到了简约大气 在板材等硬件方面 面板依旧选用了西提卡云山石木单板 来制作面板 前景背侧继续沿用了非洲桃花心木材 包边实音器方面并没有太大的突破与改变 但因为受到了全球对玫瑰木保护的影响 法利达新款10系列在纸板 琴桥 下马等三个方面 都使用了月桂木作为替代的板材 之所以采用月桂木作为替代板材 主要是因为月桂木与玫瑰木的木材特性大体相同 两种木材拥有相对高密度的特质 可以为吉他琴体在演奏 保存等方面提供稳定性的保证 而且两种木材的纹路也极为类似 在外观与特质上不会有太明显的差别 在面板与背侧板板材方面 据官方透露 面板及背侧板的材质 都做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尤其是D10NC的面板及背侧板 都将全部采用自然风干数年以上的板材进行制作 以达到用户演奏者更好音色的效果 在价格方面 新款法利达D10NC售价3700元 主要是更换了三个部位的木材 尤其也升级为了NC消极器的涂装 那么在旋钮 木材 阴凉设计 粘贴方式上 都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法利达新款D10NC 能否在板材 音色以及手感上 抗衡世纪顶级百年的品牌 马丁呢 我们拭目以待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有提到 一支琴 一个品牌被广大琴友演奏者 所最为关注的三方面问题 第一 吉他的板材 硬件如何 第二 吉他的音色与手感 第三 吉他的质量及售后服务 就板材与硬件方面 对法利达来说 这简直就是一道加分题 琴头方面 法利达使用的是拱顶式设计 中部收腰 马丁的琴头则采用的渐变收腰 琴头与琴颈一体式的设计 顶头上印着经典的马丁logo 朴素低调 弦钮方面 法利达采用1-14的定制全封闭旋钮 形状上采用六边形受力面 尤其是在琴头使用3A级月顾木贴面的情况下 使旋钮增大了接触面更易条件 马丁采用的是马丁全封闭式的旋钮 做工精细 手感舒适顺滑 面板方面 马丁 法利达都采用了西特卡云山石木单板作为面板 这里要加入一个小贴士 木材的优劣 价值的高低 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 第一是木材的硬度 第二是木材的纹理以及美观程度 这段话摘自中国现代林业网官网当中 对木材价值优劣的判断定义 两支吉他本身的硬度 我们暂时无从考证 但放大两支琴的面板仔细对比 在正切度这个方面 这支马丁的DXAE随线横纹 要比法利达的D10NC更加明显 利木横 熊爪纹 乱纹都存在 木纹比例方面 法利达D10NC的木纹比例 也比这支马丁DXAE的木纹比例更加紧致 综上所述 我们不难发现 法利达在面板的选用上更加考究 木纹的美观度 板材的等级都略高出于马丁一些些 背策板方面 马丁选用的是HPL 桃花芯木纹图案 新型合成材料 而法利达选用的 则是成本更高的桃花芯实木贴面 盒板背策 HPL 全称High Pressure Laminate 翻译成中文名称为热固性竖纸禁字纸 高压装饰层基板 在一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文件当中 对HPL的定义是 用安基竖纸 主要是三聚氢安竖纸 禁字的表层纸 装饰纸 和用分权竖纸 禁字的底层纸 层基后 在高压下热压而成的一种 装饰型材料 简称 高压装饰版 HPL 在维基百科Dequity Laminate 这个词条当中 对HPL的解释是 60%到70%的纸 以及30%到40%的竖纸构成 所以马丁DXAE的背策板 其实跟木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它其实是三层不同的纸构成的 表层纸 Overly Paper 装饰纸 Dequity Paper 底层纸 The Bolden Paper 在马丁的官网当中 有对DXAE背策板的详细介绍 我觉得马丁方面说得非常清楚 桃花芯图案 并不是桃花芯木材 就背策板而言 马丁的选材更为环保 而法利达的板材 稍微昂贵 如果单纯从板材方面出发 法利达无疑在琴头 面板 背策板的造架上下足了功夫 可谓诚意满满 琴景 纸板 下马方面 马丁依旧选用了 新型合成材料 而法利达方面 则依旧选用了价格 更为昂贵的桃花芯石木 及月桂木石木 品丝方面 法利达精选日本三晃品丝 因为一般的品丝 会因为木材的热胀冷缩 而脱落大品 但是日本三晃品丝十分精密 并且法利达 将品丝的锋利面磨合 改变品丝的扩张角度 以此来减少对手指的损耗 马丁则只是选用了 正常的品丝镶嵌处理技术 在这第一项 从硬件到板材的比拼当中 表面上 法利达无论是从选材的昂贵程度上 做工的精良度上 都远远领先于 使用太多人造材料 HPL混合木的 马丁DXEAE 但马丁吉他 毕竟是1833年至今 经历了小200年的 优秀吉他制作常牌 板材与做工方面 法利达D10NC的优势 能否延续到音色与手感的比拼当中呢 手感方面 显距方面 我们为公屏起见 随机拆箱三支 马丁DX系列吉他 我们也随机拆箱三支 法利达D10NC系列吉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利达D10NC的优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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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从上述演奏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难发现 法利达吉他与马丁吉他的音色风格 迥异又拥有共性 在空弦音上分解波弦音方面 根据波形图中的显示与分析 虽然法利达D10NC低中高三频都相对清晰均衡声音甜美 但中频声部相对偏弱 所以在演奏过程当中 低频和高频声部则显得尤为突出 而马丁DXEAE则在这方面完全没有问题 低频下潜力极强 中频演音突出 高频声音柔和 三频段的声音配合非常均衡 在扫弦当中 均衡性的对比显示的更为明显 根据扫弦的波形图 我们不难看出 法利达D10NC高频突出 中频偏弱 声音略显轻亮 而马丁DXEAE在这方面 低音厚重 高频柔和 经过这一轮的音色比拼 我们不得不承认 马丁吉他 这个1833年至今创立的世界顶级香芹制造厂牌 即使在板材处于劣势的前提下 靠着至今供应上的技术 依旧声音出众 世界顶级 当之无愧 法利达新款的D10NC 这个1995年在中国崛起的 走向国际化的 第一块中国顶级吉他制造品牌 在音色上 相比于马丁还是略显智能 但相比于马丁DXE零售价 5680元的高位 法利达D10NC 则售价3700元 所以在音色这个环节上 虽然法利达被马丁领先一些些 但并不影响他在这个价位区间的性价比优势 终于到了大家最为关注的 吉他产品质量方面 售后方面的问题了 那质量方面 因为我们无法精准拿到 马丁吉他跟法利达吉他 在中国大区内的销售总量 进而我们无法拿到相关的售后质量比例 所以为公平起见 我们选择在百度同时搜索 马丁吉他开列以及法利达吉他开列的相关词条 马丁的搜索反馈 在前10页马丁各个型号的开列问题 显得尤为突出 下方的相关词条也都是马丁吉他开列的周边问题 法利达词条的搜索反馈 开列则集中表现在第一页 而下方的相关词条当中 也并没有法利达质量问题的词条链接 结论 依托百度词条的反馈信息 就售后质量问题的概念来说 仅在百度词条当中 法利达吉他的问题 小于马丁吉他的质量问题 最后是售后方面 马丁吉他的中国总代理亚登公司的官方声明 在官网当中有写道 当需要保修服务时 用户需携带产品 购买凭证等等等等 翻译简单的意思就是 代其保修凭据 一年内保修非人为损坏部分 逾期作废 运非自付 而指定维修中心 并不是返回美国及墨西哥的工厂 而法利达在这方面则贴心很多 官网口号 一年保固终身服务 经过了板台方面 音色手感方面 以及品质售后方面 三方面的详细对比 相信每个小伙伴都有了你心中自己的答案 如果你很有钱 对音质有极致的要求 且对板材 硬件 手感 品质 售后 都不抱有太大的执念的话 这支市场价 5680元的 莫产马丁 DXAE 将会是你的首选 如果你希望这支吉他 价格适中 音色优质 手感舒适 质量稳定 而且售后便捷 能够陪伴你5年到8年的进阶期 那么这支市场价 3700元的国产第一品牌 法利达吉他的D10NC 将是这个价位的性价比首选 OK 那么这期评测节目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吉他社官网的吉他干货铺 我是小军老师 我们将不定期更新前沿主流的 吉他界新资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OK 又到了今天的彩蛋抽奖环节 今天我们将送出的是一支3700元的 法利达新款D10NC系列吉他 转发评论吉他社官网的本条微博 我们将抽取一名幸运观众送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工作人员微信 我们将抽取五名幸运观众 送出法利达精品钥匙扣 没有抽中的小伙伴也不要灰心 我们每期节目的结尾都会有抽奖 而且抽奖产品在我们吉他社官网的 淘宝店内24小时九折促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